你 哥 你哥不能谈恋爱 要以事业为重啊 对对对 我不该怀疑你 毕竟 你平时也不跟女的接触 除了黄小瑜 不是 为什么除了黄小瑜 你就不怕我和黄小瑜谈恋爱 不可能 哥是看不上黄小瑜的 而且黄小瑜不喜欢你这类型的 黄小瑜喜欢妇托那款 我还是知道的 黄小瑜跟你说的 你们什么时候都这么熟了 再说了我比福托帅这么多 他怎么这么没演过 是是是是 哥您天下第一帅 就您这颜值要是哥古代 潘安安见了都自参行贿 行了 别拼了 黄小瑜呢 他说他有点事 就先回家了 时间不早了 我送您回家 你看 原来他真的给我准备惊喜去了 行了 等他准备好了 咱们再回 小瑜啊 你可伤点心吧 戴总 请您签个字 戴总好 戴总 明晚我过生日 是否得空来家里参加派对啊 好啊 一定来 你确定要给原番表演长法啊 对啊 商场光了那么多圈 感觉他什么也不缺 他应该会喜欢这个吧 你接尤打怎么样 奇差无比 啊 没有一点点进步吗 只有那么一点点进步 要不然我岂不是白教你了 真的啊 不过原番应该也看不懂 或许他心觉你长法精妙 我就当你是在夸我了 希望我的礼物 不要抢了别人的风头 毕竟我只是一个小小的保镖 嗯 你有此自信 甚好 嘿嘿嘿 嘿嘿 待会儿他们来了之后啊 你把这些 为了带好啊 帆帆 帆帆 生日快乐 兄弟 你也太客气了啊 这么 帆帆 生日快乐 就一束花啊 姐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啊 那你不得给我吞了 生日快乐 我这代言人 带总 感谢带总百忙之中 来我的生日宴 很感动 哪里 之前游戏官服的事情 对你影响不小 本来想登门之前 但是呢 今天是你生日 来 生日快乐 太客气了 带总 带总真是太客气了 这事都过去那么久了 以后有好的项目 想让我们家范范就是了 放心 以后我们公司的商务资源 一定先考虑你们家原范 快点 快谢谢带总 谢谢带总 正好 带总 趁今天这个机会 我给你介绍一个人 这是我的好兄弟付托 我的铁杆好兄弟 我们俩很早就认识了 也是我的黄金搭档 带总好 你好 你好 很荣幸认识你 以后呢 带总这边有什么商务资源啊 综艺资源 影视资源的 都可以考虑付托的 放心 原番的兄弟就是我的兄弟 我就喜欢和你们这些 有着优厚粉丝基础的 演员合作 说起粉丝 我觉得像带总这样 又有颜值又有才华的企业家 肯定粉丝也不少 我哪有什么粉丝啊 我们都是你粉丝 对啊 对啊 网家保镖 就是你粉丝 特别喜欢你 等一下啊 黄晓鱼 小鱼 来 老板 老板 你叫我啊 什么场合啊 叫保镖干什么 黄晓鱼 你先去洗点水果吧 快去 那个 戴总第一次来家里 你先带戴总转转 行 来 戴总 我带你参观走啊 来 走 这边呢 都是我自己设计的一些 小艺术品 那个是我玩桌球的桌子 这个也挺好 平时大家都在那块 玩玩桌球什么的 然后这边就是 之前获得的一些奖项什么的 这是你小时候照片啊 嗯 小时候的 果然大明星从小就是帅哥胚子 戴总过誉了 这是我小时候和我一个朋友 他的颜值也不输啊 没你帅 看不出来袁凡 你还挺念旧 是啊 这是我小时候一个特别好的朋友 之前一起上小学 突然有一天转校走了 到最后只剩下一张照片 有点可惜 那他现在如果想找你 应该很容易吧 我找他呢 我找他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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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